定在运通 人言有本无所据 素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宏准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加权股价指数呢 今天盘中目前大涨了将近快200点 那投资朋友 你可能昨天看到美国股市大跌 会感到觉得很恐慌很恐惧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台股的十年大多头 它的大门它已经打开了 台北股票市场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的位置 它即将要来临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加权股价指数今天大涨 为什么会选在今天 这个是有它的理由 跟它的目的存在的 我昨天跟大家谈过 就扣底值的角度而言 对不对 现在扣底值的位置 准备要扣底下降区间了 所以当我的扣底值往下扣的时候 我的均线怎样 它今天就翻阳向上了 它今天就开始往上走了 所以市场上的那些护盘的资金 它会在这个地方奋力的一搏 让它往上去做跌高的动作 所以你看到国安基金有没有 第一波下来的时候 它开始做护盘的动作 结果昨天公布呢 它只有户了多少钱 它只有花了7亿的台币 就花了7亿的台币 就让台北股票市场涨了1000多点 涨了1600点 那接下来呢 下一波的护盘动作 它就会更加的积极了 它就会更加的积极 因为它手上满满的现金 当它知道说第一波护盘搞的是信心 那第二波护盘 它要上演的就是资金的行情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台北股票市场上涨了180点 可是成交量的部分只有多少 1400亿元 代表说我现在的筹码是相当安定的嘛 所以呢 融资余额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现在融资多杀多的机会已经不在了嘛 所以呢 当我的指数的往下的空间有限的时候 怎么跌都跌不下来 当然它就只能往上去做拉抬的动作啊 所以很多市场上的消息啊 在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骗你 一直在洗你 一直在让你觉得很恐慌 可是当你了解说 其实就技术面的角度而言 这里已经没有在往下跌的空间的时候 你要逢低的来去做承接的动作啊 所以我说爆炸几分20块 报纸一份才20块钱而已 那如果你看着报纸去做股票 你很容易陷入法人的陷阱 我们要成为散户的超人 我们要超越法人 最重要是要有一套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而不是看到消息来去做股票 今天大盘加卷股价时数能够涨180点 最重要的一档股票还是这一支嘛 2330的台积电啊 今天盘中目前盘中上涨了2.3% 表现强于大盘非常的多 那你再把时间往回拉一点 我们把它回归到当时3月底的时候 当时外资在3月26号有没有 他开始在大仙调降潮啊 他开始在大仙调降潮 告诉你说台积电的目标价他要调了 他现在认为说台积电呢 来到这个位阶点上他不能买了 你不能再买台积电了 当他开始先调降潮的时候 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讲说 外资他们在做的叫做心口不宜 口是而心非啊 讲的跟做的都是一套 他只有把你洗掉 只要用很恐慌的数据来吓你 他才有办法滴接到非常便宜的筹码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外资在先调降潮的时候 我叫你去注意一下外资的动作是什么 外资真的因为他先了调降潮之后 就开始卖股票吗 我们回过头来看 你现在看到的是外资的买盘 从他开始先调降潮之后 是不是一路的开始做买进的动作 虽然他买超的数量不大 可是重点是他也没在卖 当他没有在卖的时候 就慢慢的把台积电给回补回来 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就从低档开始 慢慢的回到了哪里 回到了月均线之上 所以什么都没有改变 台积电的未来展望都没有改变 5奈米3奈米的制程 没有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有所改变 我只是瞧瞧地在背后 外资又在这个地方搞小动作了 外资又在这个地方要叫人家去卖股票 结果又让你砍在那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台积电不就是他们最爱的一支吗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的讯息包括什么 疫情的影响3奈米延后市场有没有 所以我说这个新闻也很好笑 台积电现在有没有告诉你3奈米的时程 都没有讲 他只有告诉你说5奈米他今年准备要干嘛 准备要量产了嘛 所以3奈米的时程有谁会知道 都没有人知道 那居然没有人知道的话 为什么会有时程延后delay的问题呢 所以这些讯息是不是在恐吓你 是不是在吓你 是不是希望你把股票丢出来 当你在丢台积电的时候 你会不会连顺带地把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都把它给丢出来呢 那你在丢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就有人悄悄地下去 做布局的动作 就有人在这个地方悄悄地去买进了嘛 所以真的看得懂的人 真的看得懂的人 是像他这样 大户 这些大户他们已经悄悄地开始 在买台积电的时候 我就说这一档标的已经开始进入一个 落地准备要反弹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乱砍股票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那台积电他代表台湾的护国神器 他一家公司可以供应台湾上千个供应链 这个上千个供应链里面 在5奈米的制程准备要量产的过程当中 当然他们会收到很多很多的订单 他们会开始有订单在做回流的动作 所以他们在下你台积电 可是他们悄悄地开始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包括有一些个股 他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的时候 开始有人在买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可是当他在买的时候 当他在做进场布局的时候 你要能够把他抓得出来 你要知道说这张股票是不是有人在买 当他有人在买 我就知道说他向下空间有限向上获利 自然也会无穷 所以操作当你有公式有方法的时候 人因有本无所拒 你就不会动摇了 所以当时我在买他的时候 6196的凡宣有没有 我告诉你说UV的机台一样热卖 3奈米5奈米的制程不会受到影响 那股价经过横盘震荡整理之后 量占比从500来到200 已经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去做转入的动作 已经有前占白有人在做进场布局 他当时也没有大涨 他也没有涨停 可是当他没有涨停的时候 是不是你最好切入一个时机 这个时间点你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自然也会无穷大 所以6196的凡宣 当时在4月9号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布局 64.8元买进 投资朋友可以在64.6元做成交 你们都可以买在64.8元以下 你要买多少都有多少让你买 那你看到说 因为当时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当时买进的位置点上面 第一个你要观察的是量的角度 从量占比的角度来看 500来到200 这个地方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资金开始悄悄的占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自然无穷大 当他的股价已经站回去越均线之上 均线的扣体值的位置 准备扣体下降区间 那我均线一旦转为翻扬向上的时候 我原本的压力会变成支撑 所以我原本压力变成支撑 他会沿着均线开始慢慢去走强 可是你的买点必须要是对的 当你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的时候 当你买在64.6元 这个位置点上面的时候 你未来才有空间可以赚钱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个位置点 买进去之后后面是怎么涨的 64.6元买在这个地方 连续两天大涨创下新高 来到68.7元 所以我的买点如果是对的 我未来获利的空间 自然它就会出来 所以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都在告诉你说 你要去追什么股票涨停板 我认为追涨停板 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 我宁可先找到一档股票 他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跟着他的脚步 悄悄地上车 所以你看到说6196的凡仙 当时我说这个是谁在买的 为什么有人在这个地方 用大量的方式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这一根爆量红K 它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如果说它这个红K是有意义的 那未来呢量增价涨上来 它是不是开始展现 它未来上涨的一个趋势存在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 它是有公式 有方法在做运行的 可我不会看到说 今天新闻告诉你什么 我就全盘的相信 我就一昧地去相信它 保存一份20块的东西 我要信那20块的东西吗 你的根本在哪里 人应有本无所据 素应有根不动摇嘛 产业面 技术面 资金的流向面 三面全部都把它掌握起来 才能够让你取得一个长期而稳健的正报筹码 所以我们刚刚到台积电呢 礼拜四它要开法说了 礼拜四它要开法说之前 有一些个股它就已经先动起来了 那我刚刚讲的半导体设备族群当中 像你看哦 樊轩它涨上来的对不对 那很多人之前在推荐的红硕呢 这档股票当时涨停板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讲 每一天都有人在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可是当它回撤到月均线的时候 为什么这一支股票 又没有人在说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变 今年赚的钱它也没有改变 获利的成长力道它也没有改变嘛 都是一样 都是去年都已经赚了11块钱 都没有变嘛 但是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你的心 变的是那一些 每天告诉你掌停板的那些专家 他们的看法而已 所以我们一样秉持着操作的原则 公式啊 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你才能够在这个行情当中 取得一个长期而稳健的正报酬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旺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旺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微归俱俱逃逸 重拔加口罩 致死伤 吊骄骄骄骄 内政部接着属 关心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我们的操作 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风行操盘是呢 最重要的一个选股模式 叫做金流剂量模型 我们把市场的量能 幻化成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呢 每天在经过 记录排名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知道说 哪一些个股 它产生了一些变化 哪些个股有钱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当你知道说 这档股票有人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 它的走势 配合技术面跟产业面的方向 你就能够抓到一个 高胜率的操作方法嘛 所以当时呢 我们在做第二代防疫族群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过 因为就加全股价指数而言 第一波上来的 考验的叫做勇气 8523点你敢买的话 这一波上来你都是可以赚钱的 可是呢 当你第二波再上来的时候 它考验的叫做能力 它考验叫做能力 所以呢 当我第二波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说你要锁定的一个族群 叫做第二代的防疫概念股 对不对 那我当时在买第二代防疫概念股的时候 我也不是说 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市场的新闻 才去做布局的动作 我是从资金的量人 去发现到说 原来这档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所以呢 在3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做了第一支的 我们做了第二代的防疫概念股 叫5471的松翰 我的买点在哪里 36块半 36.5元 我在买它的时候 指数是中错的 盘中大跌了258点 我说这档股票可以买 我可能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 不是行情大跌 不是指数中错 但是为什么我会叫你去买这档股票呢 而且我一买不是一张两张 我叫你买的就是四分之一的部位 就是25%的资金 你100万你就是买25万下去 你1000万你就买250万下去 因为我相信他说 这档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而且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 大盘重挫 它走一个横盘震荡整理 当我的量占比从300来到100 这档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嘛 所以我向下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黑暗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指数拉回的时候 你就能够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当时我的买点它有涨吗 没有涨 指数重挫它没有跌 我觉得它就已经够强了 它就已经够强了 再加上说量人的关系 从300来到100 排名突然之间 从默默无名的无名小卒 跳到了前100名的明星 所以你当然要把它纳入你的选股词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所以当你买进去了 4月1号我找盘的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这档股票你要特别的留意 量占比告诉我这支股票有人在买 所以当天直接来到亮灯涨停对不对 当我亮灯涨停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已经大涨创下新高了 所以你的买点是对的 这根涨停板你才有办法赚得到 你的买点是在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量占比的角度从300来到100 它是不是告诉你有资金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当它悄悄在收筹码的时候 你发现不了 当它开始在启动的时候 全市场的人都在关注它了 所以它开始做拉台 连续两天的涨停板 我说大涨亮灯创下新高 但是你要小心 不要再追了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里 买起涨不要用追涨的方式 二代防疫的族群 当它来到一个大量黑K出现的时候 隔天再创新高对不对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我说它会过去 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 重点是过去之后 你如果追在这个高高的尖尖的位置点上面 你叫做等解套 你只是现在只是解套而已 如果你不是买在这个低的位置点上面 你根本没有办法赚钱不是吗 所以人应有本无所拒 数应有根不动摇 所以我们在那个高高的位置点上面 我说我们先获利了结了 二代防疫的族群 我们都把它卖掉 因为下一波要涨的叫做投资型的主流 投资型的相关的族群 所以包括8403的盛宏有没有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他也没动 27.6元成交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有大涨吗 No 有涨停吗 没有 你有看到亮灯吗 我有拿亮灯的东西来跟你讲说 你要去买吗 都没有 我在买的时候 是巧巧的 无声无息的 一点一滴的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而且我一买就是四分之一的部位 我就做四档股票而已 我就四分之一的部位 靠你去就对了嘛 所以在那个位置点上面 它是不是怎样 最低的位置 低低的位置点上面都没有人发现 但是从量占比的角度 我已经知道这里就是有人在买 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未来它会回去嘛 所以拉回的时间你不敢布局 那你等到它涨上来了 来到32.3元的时候 你才想到说 这支高费你错过了 你才要想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都来不及了 这样子一来一回 有人赚了一根涨停板 但是有人却因为追价的关系 怎样 住进套房了 赶快的股票就不敢在乎 操作起来的结果就完全不相同 所以资金的流向 它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你是希望说你的股票 你的带领你的老师 每天去追那种涨停板的股票呢 还是你觉得说 你喜欢买在那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它还没有启动的时候 你就先下去做卡位的动作 当你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但是你要做到这一点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你下单很简单 四个号码两个字 你爱按点个发送出去 单子就下出去了 但是你在下单的过程当中 你要考虑的因素 你有没有都把它全盘的掌握 包括这个产业面的状况 包括技术面的未来 甚至说资金流向 有没有人在买 有没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当你都把它考虑进去的时候 你发出去的那个讯息 它才有办法让你赚钱的 你才有办法买在那个 准备起涨的位置点上面 有很多的标的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都是这样来带领会员的 所以2458的益龙店 它也是第二代的防疫族群 当我的居家概念股 开始上涨的时候 NB的需求开始大增 对不对 大家都会讲 但是重点是 你要赚什么股票 这才是问题 你要找得到 未来会涨的标的 你要找得到 这个还没有启动的标的 那你买进去 买在那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你才有 后面才有大专的空间 你才有赚钱的空间 所以2558的益龙店 当时买在哪里 84块钱买进 83.9元 最后收盘的位置点上面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一定买得到 你都一定可以成交 所以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我问你 这个会很恐怖吗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你量缩整理的过程当中 连续两天量缩整理 这个你不敢买 那你等到你涨上去的时候 量大高点过了 验证完了之后 才想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是不是就慢了 是不是就慢了 我们好多好多步了 所以你看到2558的益龙店 有没有 我说我们当时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我买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量大高点非高点 所以未来会突破 所以你买在拉回整理的位置点上面 未来突破 你是不是有钱可以赚 可是当你开始在去做追价的动作 它就干嘛 不动了 当市场上面很多的专家都在开始讲它的时候 它就不动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要买在那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你要知道这些每一档股票 它所产生的讯号在哪边 产业面的未来 技术面的未来 甚至资金流向有没有人在买 都是一个重点 所以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数字 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感觉 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感觉 这些内容其实我都有分享给你 我都分享在哪里 我都分享在我的Light里面 我也分享在我的Telegram里面 所以你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你去看一看 我当时所告诉你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我当时跟你讲的是不是都在这里面 你可以扫一下QR Code你去看看 甚至你想找我聊天的 你也可以扫一下QR Code 来这个Light里面 小老鼠BYR2551V 你有任何的问题 我都很乐意去回答你嘛 重点是如果你连问都不问 那我怎么帮你 我怎么协助你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我们真的一步一步来 把你过去失去的 我们把它要回来 我们一点一滴的把它要回来 你看我过去 像这档标的也是一样 5XX8我讲多久了 我说那横盘整理12天 这根突破量它是具备意义的 它是具备大非常大非常大的意义嘛 量比价先行的道理 当我现在有人在买的时候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 价可以做量要用钱下去砸 所以当你突破量出来了 量比价先行的道理 那我说这一根大量未来会怎样 它会带动它的股价往上涨嘛 所以5XX8后来的走势是怎样 隔天大涨创下新高有没有 4月8号大涨创下新高 4月10号站回去月均线之上嘛 甚至呢昨天怎样 昨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上来了 昨天来到97块钱 昨天已经来到97块钱 那你看哦 它原本的位置点上面在哪里 89.2元 所以你在这个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你有去买的话 到这个位置点上面 你能不能够赚钱 你会不会赚钱 你思考看看嘛 我有必要每天讲涨停板的股票吗 我有必要告诉你说 每天什么股票涨停板吗 都不用 但是真正会赚钱的 是你像我这种模式 在滴滴的位置点上面去接 向下空间有限的位置 还是向上 未来就会有向上 获利无穷的空间嘛 所以风险你把它控制好了 未来自然 这个行情你就可以把握得住 十年大多头 十年多头的大门 现在正式开启了 你真的不能再迟疑了 因为一旦你迟疑的时候 行情过了 等到行情来到一万两千点之上 你才想说要来买股票 都太慢了 因为很多被低估的标的 都还在一个便宜的位置点上面 等着你去买 等着你去做布局的动作 这跟一样嘛 同样的模式我复制起来 这一根突破量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量占比从300来到100 本益比那么低的情况下 强势股买短线上 弱势的时候 所有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我的Telegram 跟我的Lightlight里面 你可以扫一下QR Code 或搜寻小老鼠BYR2551V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我都希望你 直接在Lightlight里面 跟我们聊一聊 因为这个行情 你一旦错过了 你还要再等很久 很久 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大家 接着收看 预助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创意比赛静在云通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 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 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 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